第701章修炼,虽然叮嘱了妻子和家人都不要来打扰自己,但夜天仍然不敢大意。 在书房的门前布置了一个隔音阵法之后,这才进入到了房中。 那块墨玉般的石头仍然放在书桌上,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闪现出一种墨子炫目的色泽,显得神秘异常。 当年黑椒真而重之地将这墨玉交给我,想必这东西不是凡品。 夜天深深地吸了口气,用神石包裹住手掌,将那墨玉拿在了手上,正要盘膝坐下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事。 把墨玉放到桌上,夜天走到屋角,把自己从神农架所带的一个背包给打开了,从里面将三清灵拿了出来。 从白元归还三清灵至今,夜天一直都没有时间琢磨这东西,不过夜天有种感觉。 这三清灵的作用远不止只能开启脑中传承的功法,肯定还要别的功用。 叮铃铃 拿着把柄轻轻一摇,一阵悦耳的铃声响了起来,不过和普通的铃铛所发出的声音完全相同,并没有什么异常。 叮天皱了下眉头,分出一半元神将三清灵包裹了起来。 右手跟着又是一下晃动,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三清灵没有任何的声音传出。 不过夜天的脸色,却是突然愣了一下,继而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神色。 这,这东西竟然可以对元神起作用。 那三清灵虽然没有响声传出,但叮铃铃的声音,却是直接传入到了夜天的十海之中。 清脆悦耳的铃声让叶天头脑为之一清,而且这声音似乎还有一种魔力。 让叶天原本因为注冻二人造访有些烦躁的心情,迅速地平复了下来。 而且在这铃声的影响下,叶天的元神好像也受到的震动,仿佛大到其名,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叶天心头升起。 到了炼神返虚的境界,已经由修身变成了修心。 这三清灵可以作用到人的心神上,对尚未形成元神的叶天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一般。 可,可是我在修炼元神之时,如何才能摇动三清灵呢? 叶天发现,当三清灵没有被摇动的时候,并不会产生上述的这些功效。 这就让叶天有些挠头了,元神修炼容不得一丝分神,叶天还做不到一心二用。 在房中来回走了几圈之后,叶天从抽屉里找出了一根红绳。 将其细在了三清灵顶端开刹处,左右看了一眼,把红绳吊在书桌旁的衣架之上。 做完这些后,叶天盘膝坐在了地上的蒲团上,将那墨玉合在掌心之中,然后双手平抬到胸前。 那团混沌般的神石,就停留在两掌上方,而三清灵则是在叶天面前一米处,正好与他额头平起。 去! 叶天神念一动,那混沌一团的元神,分出了一缕神石。 快如闪电般地敲击在了三清灵上,一阵清脆的铃声顿时传回到了元神之中。 受到铃声的震荡,元神一阵舒畅,叶天运起神石修炼之法,顿时一股犀利从元神中传出,往掌心墨玉传去。 原本清冷异常的墨玉,在这股犀利之下,化为了精脆到极点的灵气,丝丝缕地溢入到了叶天元神之中。 在那铃声的余音之下,元神吸纳起灵气的速度似乎又快了三分。 叶天并没有进入到深层入定之中,而是在细细体会这种感觉,时不时地会分出一缕神石敲击三清灵。 用那铃声精气宁神,仿佛大道在脑中齐鸣,倒是没有了走火入魔之余。 心神完全沉浸在了修炼之中,叶天全然没有注意到窗外日落日出。 元神不断充盈的感觉,让他早已忘记了身边的凡尘俗事。 叶天的呼吸变得悠长了起来,胸口几乎不见欺负,一吐一息之间的间隔。 足有十多分钟,而漂浮在他身前的元神,似乎也有了些微的变化。 原本混沌一团的元神,依稀可以看出了人的轮廓,虽然还不是很清楚。 但那小手小脚的形状已经出来了,而且看上去也比之前后世凝练了许多。 呼,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后,叶天终于睁开了眼睛。 倒不是他不想再继续下去,却是感觉肚子咕咕在叫了。 没有了真气滋养身体,元神又在修炼之中,叶天精神虽然异常地充沛,可肉身却是受不了了。 就在叶天睁开眼睛的同时,停住在他身前的元神化作一道光芒。 从双眼印堂处钻了进去,继而在全身游走了一番,叶天身体的不是顿时削弱了几分。 古人讲的参风引路,还是需要真气来供应身体的需求,元神虽然重要,肉身也是不可或缺啊。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叶天心中起了一丝明雾,以肉身为载体修炼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虽然已经停止了修炼,但叶天并没有起身。 坐在原地又闭上了眼睛,细细体会了一会之后,元神从天灵处跃然而出。 去! 叶天口中一声轻斥,头顶元神化作了一只大手。 瞬间出现在了书桌上方,往桌面上的那本日常翻看的《灵捕仙经》抓去。 如果此时屋子里再有一人的话,就会看到原本放在桌子上的书,突然漂浮了起来,静止来到了叶天的面前。 随着叶天信念转动,那灵捕仙经高高飞起,在屋中四处飞舞,足足过了一分多钟,才重新回到了书桌上。 哈哈,哈哈哈哈,收回元神后,叶天口中发出一阵大笑,心情舒畅至极。 要知道,刚才元神的表现,已经超出了隔空取物的范畴,随着叶天修为不断加深。 元神凝练成真正的阳神,那么就真正可以做到悟我两望,神有天外了。 嗯,那块墨浴呢,怎,怎么会这样? 欣喜之余,叶天忽然想起了掌心的墨浴,不由摊开了手掌。 却是发现,在自己掌心除了一滩白色的粉末之外,再无他物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叶天心头大惊,元神凝练的欣喜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这墨浴中精脆的灵气,他想达到元神摄物的境界,怕是最少需要三年苦修。 可以说,叶天已经将墨浴看成是和三清灵同等级别的宝贝了,甚至比三清灵更加重要。 那石头是黑色的,怎么会留下白色的粉末? 叶天有些不甘心,在身体前后寻找了起来,却是毫无发现。 莫非是我已经将那石中的灵气给吸收殆尽,那石头才会变成粉末的? 叶天心头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这墨浴应该只是成那灵气的一个特殊载体。 当灵气消失之后,墨浴也就失去了作用,自己分解开来。 妈的,我,我在去哪里找这东西啊? 叶天站起身来,愤愤不平地骂道,一块石头就让他省却了三年苦修之功。 如果能有个千而八百的,叶天相信自己就是进入金丹大道,那也不是难事啊。 俗话说有减入奢益,有奢入奖可就难了,在见识了那墨浴的功效之后。 叶天心里就像是有十万只猫爪子在挠一般,怎么都无法静下心来。 算了,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肚子传来的咕咕声,让叶天站起身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修炼了多久。 只是通过窗户外传来的阳光,能看出现在应该是清晨时分。 打开房门,果然天色才刚刚放亮,不过,随之叶天就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母亲正站在自己的房前,脸上满是焦急的神情。 叶天知道老妈喜欢在深夜工作,从来没有早起的习惯,连忙问道, 妈,您怎么起这么早啊? 见到儿子走了出来,宋威蓝张口说起话来,不过叶天只能看到母亲嘴唇颤动,却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哎,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叶天连忙用脚在地上一趟,弯腰把那没埋在镇眼处的大旗通宝取了回来。 这才听到了母亲的话,小天,你,你可出来了,急死妈妈了。 妈,我没事啊,不是给你们说了在闭关吗? 叶天文言愣了一下,连忙问道,我这次闭关有多长时间? 宋威蓝瞪了一眼叶天,说道,还说呢,你整整在里面待了五天。 我们在外面怎么喊都喊不应,今天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我,我就要进去了。 五天,那么长时间,叶天这才知道自己鸡肠鹿鹿的原因。 只是他当时完全沉浸在了元神修炼之中,根本就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古人所说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那些修道之人一闭关往往都是经年累月,再回到凡尘俗世,已然是沧海桑田了。 宋威蓝走到儿子身边,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看到叶天没事之后。 这才送了口气,说道,小天,下次可不许这样了,吓坏我们了。 如果不是叶天之前特意叮嘱了家人,而宋威蓝现在又对儿子的话深信不疑,恐怕他们早就破门而入了。 妈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叶天口中答应,心里确实叹了口气,家中的确不适合自己修炼了。 第702章传功 说实话,叶天心中也很纠结,一边是亲情爱情,一边是长生大道。 选择起来的确很困难,而且修炼元神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也让叶天沉醉不已。 小天,你饿坏了吧? 看到叶天站在门口若有所思的样子,宋威蓝担心地说道,走。 到餐厅去,妈熬了点鱼片粥,你先喝点粥,几天不吃饭了,可不能暴饮暴食。 谢谢妈,叶天心中生起一股暖意,要是没了亲情,那长生大道又如何呢? 在这一瞬间,叶天做出了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叶天就不修炼了,而是等他真正巩固了先天之境的修为之后。 叶天将把重心放到家庭上,陪伴父母和妻子度过人生这几十年。 虽然古代有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说法,但叶天并不敢如此奢望。 毕竟生老并死是人之常情,他自己修为再高,怕也是无法顾及家人的。 想通了这一点,叶天心中豁然开朗,得到了元神修炼之法后。 最多三年他就能彻底地进入先天之境,那之后都可以陪在父母妻子的身边。 叶天,你出来了? 叶天正和母亲说着话,后院主厢房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于清雅一脸惊喜地看着叶天,穿着拖鞋就跑了过来。 一把将扑过来的于清雅抱了起来,叶天笑道,哎哟,又长中了啊,这可不行,要减肥了,不然我以后都抱不动了。 你这人,坏死了,妈看着呢,快放我下来。 于清雅翘脸飞红,用两个小拳头使劲在叶天胸口捶了起来。 相对而言,于清雅知道叶天很多特异之处,对她几日不出门倒是没有像宋威蓝那么担心。 要不是她劝着,怕是宋威蓝早两日就要破门而入了。 怕什么,爸还抱过老妈呢,没让你看见而已,叶天笑着在于清雅耳边说道,去洗漱吧。 我过两日可能要出趟门,这几天好好陪你。 说话的时候,叶天的大手不老实地沿着于清雅的腰肢摸了上去。 顿时让于清雅浑身贪软起来,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连忙打开了叶天的手,匆匆跑回到了屋子里。 宋威蓝是过来人,自然看得出儿子在使坏,当下笑骂道,你这孩子。 就知道欺负清雅,以后要是敢对不起她,小心我让你爸揍你。 对于这个儿媳,宋威蓝可谓是非常的满意,于清雅家教极好不说。 为人也是大方得体,又没有大家小姐的娇横,和叶家每个人相处的都是很好。 妈,哪能呢?您儿子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吗? 叶天摸了摸肚子,说道,不行了,饿得厉害,赶紧搞点东西吃。 叶天算是摸准了老妈的脉络,这么一说,顿时将宋威蓝的注意力转移了过去,拉着儿子就往中院餐厅走去。 咦,笑天,你什么时候从香港回来的? 刚踏入中院,叶天就看到正拿着大扫把在打扫满园落叶的周笑天。 师父,我前天就回来了。 见到叶天出来,周笑天也是很高兴,指了指前院。 说道,三位师伯都来了,不过他们听到你在闭关,都不让惊扰你。 三位师兄都来了。 叶天文言愣了一下,回头对老妈说道,妈,我和师兄他们一起吃早饭,让笑天给端过去吧。 来到前院,叶天果然看到几位师兄正在站桩吐纳,看见他过来,狗新家等人均是收工起身,迎了上来。 小师弟,你让笑天带去的桃子,是从哪儿搞来的啊? 要说叶天的这两位师兄加上南怀锦,最沉不住气的自然就是左家俊了,这不刚一见面,就直言相问起来。 要知道,就这么一个桃子,让左家俊直接从练习化神初期晋级到了中期,而且只差一点就能再做突破了。 几位师兄,我数日水米不尽了,咱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说吧。 叶天苦笑了一句,将几人让到前院的厢房里。 那边周小天端了一锅稀饭走了过来,宋威兰跟在后面拿了个托盘,上面是些小菜。 叶天将锅接了过去,说道,笑天,妈,你们去吃饭吧,我和师兄说说话。 神农嫁之行所发生的事情,叶天自然不会对几位师兄隐瞒,不过这些话却是不适合让老妈和弟子听到。 等到宋威兰和周小天退出房间后,狗心家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叶天的面色。 说道,小师弟,我看你虽然几日不饮不食,但精神很不错啊。 南怀锦也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叶师弟面部红润气色光亮,说话中气十足,想来此次收获不小吧。 几位师兄,先让小弟吃点东西吧。 闻着鱼片粥的香味,叶天顾不上说话,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后。 三下五出二的就扒进了嘴里,连吃了两碗,叶天才将碗筷放了下来。 这次神农架之行,小地方知什么叫做井底之蛙。 叶天叹了口气,说道,几位师兄,炼击化神之后的功法。 我确实得到了,不过对于咱们来说,炼击化神只是起步,远非终点啊。 在座的三个的年龄,加起来都快两百五十岁了,叶天相信自己的话吓不到他们。 当下一五一十的将自己在神农架中的遭遇说了出来。 白元得道,这是真的,当叶天说到遇见白元的时候,饶是狗心家等人心境修为高深,也是忍不住站了起来。 古代道家典籍上多有灵兽守护洞府的记载。 不过谁都没将这件事当成是真的,可是叶天的讲述却颠覆了几人的认知。 没错,那猴子的修为远甚于我,怕是一巴掌就能拍死我。 叶天苦笑着点了点头,说道,进入到先天之境,修成元神。 转化真气,才算是进入修道者的行列,咱们现在,只能算是世俗中人罢了。 先天之境又分为前中后三个境界,上面更有金丹大道。 在网上如果能碎丹画鹰的话,那才是白元口中真正的先道中人。 随着叶天的讲述,狗心家等人的面色愈发地凝重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等人终其一生的修炼,在别人眼里连门槛都没能踏进去。 元阳兄,家俊老弟,看来咱们的资质还真是不行啊。 听完叶天的话后,南怀锦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此时才真正明白传他功法那位高人话中的意思。 年轻时不能修炼到先天之境,怕是已经失去了进军长生大道的希望了。 其实南怀锦这倒是妄自菲薄了,他们三人,包括叶天仙师李善元在内。 无一不是当时资质根谷俱佳的人选,要是放在古代,绝对是众人争抢的对象。 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在清中期的时候,地球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导致天地大变,灵气稀薄,就算是有天纵之才,后来出生的人也很难继续修炼下去了。 像叶天这种机缘巧合的人,怕是百十年来,也就出来他这么一个。 当然,叶天现在半调子元神的修为,也只是勉强能算合格而已。 看到南怀锦异性萧索的样子,叶天安慰道,南师兄,岂不有早晚? 后来者未必就不能居上,您几位要是进入先天境界,日后的成就也不见得就比那些人差的。 南怀锦摇了摇头,说道,我们还有几年可活,就算进入先天,怕是也行将就木了。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说道,南师兄,修为进入到了先天。 最少能增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寿远,你们还都算年轻人呢。 哦,还有这种事? 南怀锦眼睛一亮,不过继而苦笑道, 我和你大师兄都卡在练气化神境界近二十年了,这一步确实迈不出啊。 是啊,小师弟,你突破境界都是稀里糊涂的,我们更是不得其门而入。 说不定终生就止步于此了,狗心家也是叹了口气, 他年将九旬,突破的希望比南怀锦更加的渺茫。 大师兄,我曾听那白元说,进入先天,首先要形成元神, 然后将体内后天之气转化成为先天真气, 看来想要突破,应该还是从修炼神时入手。 夜天沉吟了以下,说道, 我得到的那篇功法里,倒是有炼神的功法。 是专修精神的, 您和南师兄多少也掌握了点神时的应用之道, 我觉得可以一试。 到了练习化神后期, 心境精神都远超于常人。 别说狗心家和南怀锦了, 就是左家俊都能用神识做一些感应和术法推演。 当真有修炼精神的功法, 我这些年来没有突破, 就是感觉神识不够浑厚。 听到夜天的这番话, 南怀锦豁然站起身来, 说道, 小师弟,你将这功法写出来, 我们试试再说。 好,不过不用写, 我直接传给几位师兄。 夜天点了点头, 运用白元所教的神识传音之法, 将一段文字分别送到三人十海之中。 这就是神识妙用吗? 感受着脑海里突然出现的那段文字, 就算一向虚怀弱骨的狗心家, 脸上也是激动不已。 第703章重返故地。 是, 不过我原神尚未成形, 对这些也是一知半解。 夜天苦笑了一声, 他虽然看破了先天之境这道门槛, 但好是多磨。 在踏入先天之境的时候, 却是闲死还生, 导致丹田被废, 此时的状态不上不下颇是有些尴尬。 想了一下, 夜天又叮嘱道, 几位师兄, 修炼元神远比炼体要危险得多。 必须要在无人打扰的地方, 修炼的时候稍有不适, 你们一定要停下来, 且不可强行突破。 元神藏于石海之中, 而石海则是人类身体中最为神秘的一个部位, 现代科学也无法涉及到这个领域。 所以修炼元神之时, 罪即被人惊扰,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甚至可以成为白痴, 像那些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情节, 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狗心家点了点头, 说道, 小师弟, 这个我们知道厉害, 倒是你现在得到了功法, 是否能解决元神的问题呢? 虽然狗心家心中有种马上就去修炼的冲动, 但他知道夜天所言不虚, 急于求成或许返回欲速而不达的。 如果在香港的巨龄镇中修炼的话, 再有一年的时间, 我差不多就能真正进入到先天之境了。 原本这个时间需要三年, 只是那指头大小的墨浴, 给夜天省却了数年之功。 现在他的元神几乎快要成形, 等到眼鼻口嘴面目化成的时候, 才算是进入到先天初期, 到时就能用元神重塑经脉再造丹田了。 只是这种元神和元鹰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他只是一个虚体, 是人体本身的一个反照, 能力也很有限。 而到了元鹰境界, 那就等于多了一个化身, 即使肉身消亡。 元鹰也可以独自存活, 具备肉身的一切特性, 甚至可以重塑肉身, 可谓是不死不灭。 当然, 就是对白元和他主人那等人物而言, 元鹰境界也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毕竟在他们所知的范畴里, 这世上有没有金丹高人还是两说呢? 小师弟, 要不咱们一起返回香港? 狗心家看向叶天, 说道, 你这里灵气几乎消耗殆尽, 而且地处皇城。 虽然是闹钟取静, 但远不如香港的环境, 咱们明天就回去吧。 得到了叶天所传的炼神功法, 狗心家等人其实马上就有了返回香港的心思。 他们可不比叶天, 美国一天就距离死亡更进一步的。 叶天摆了摆手, 说道, 大师兄, 你们先回, 我要去趟东北找老胡。 胡鸿德原本是和狗心家等人在一起的, 不过前段时间胡小仙结婚。 作为一家之主, 胡鸿德自然要回去了, 这一住差不多也有半年了。 狗心家闻言愣了一下, 说道, 找他干嘛, 他修为还没进入到炼气化神, 你那功法教了他也没用。 不是, 我要他带我进山。 叶天想了一下, 说道, 大师兄, 您还记得我说过长白山中有一黑胶的事情吗? 记得, 莫非那黑胶也是和白猿同样的要修。 狗心家点了点头, 当年叶天说这事的时候, 他们都以为那黑胶只不过是个变异的动物而已, 眼下看来, 确实和白猿有些相似。 他虽然也通灵了, 但却不会神识传音, 可能是独自修炼的, 不像白猿那般有道统。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几位师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物件。 这东西奇色如墨, 通体阴寒至极, 能将人血脉都给冻住, 不过对于神识修炼, 却是大有必义。 原先叶天对那墨玉并不怎么上心, 要不然也不至于丢给矛头去玩了。 可是经过这几日的修炼, 他才发觉了墨玉的奥妙所在。 只是那块墨玉中的灵气已经被他吸收殆尽, 眼下只能用语言描述一下了。 有这种东西, 我没听说过。 狗心家摇了摇头, 转脸看向了南怀锦和左家骏, 那二人也是一脸的枉然, 显然没有见过叶天所说的墨玉。 算了, 我去长白山走一遭, 看看能不能再寻的那东西。 几位师兄, 你们先回香港吧。 叶天有种感觉, 矛头开启灵智, 或许就与那墨玉有关, 而当时黑椒送他的时候。 似乎也有些不舍, 很显然, 这东西在黑椒手上, 肯定也是很珍贵的宝贝。 所以叶天虽然已经决定要前往长白山, 但是他心里对能否得到墨玉, 着实没有什么把握的。 狗心家点了点头, 说道, 那好吧, 小师弟, 你电话随身带着, 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我们? 那东西带了也没用, 山里没信号的, 叶天苦笑了一声, 从认了老妈之后。 他最少送了自己七八部手机, 却都是丢在了家里, 一步都没用上。 嗯, 你自己注意就行了, 小师弟, 我们下午就回去。 狗心家等人此来京城, 一是询问叶天娜盘桃的来历, 二来就是想看他是否得到功法。 眼下事情已了, 几人也没心思待在京城了, 吃过中饭之后, 周孝天就开车将他们送上飞机返回香港了。 叶天倒是没急着去长白山, 而是在家中又住了一个多星期。 好好陪了一下妻子, 只是那夜夜新婚般的状态, 确实让于清雅有些吃不消了。 叶天, 这里, 我们在这里。 当叶天从长白山那个小的可怜的机场出来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高高挥舞着右手的狐小仙, 在他身边还站在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 叶天, 你怎么不带清雅来啊, 我结婚你们都没来, 太不够一丝了。 狐小仙还是那爽朗性子, 要不是看在爷爷都是叶天晚辈的份上, 怕是上来就会给叶天一拳了。 以后你们去北京, 再请你们吃私房菜赔罪可好。 叶天哈哈一笑。 看向狐小仙身边的那人, 说道, 小仙, 怎么也不介绍一下。 我老公, 孙阳心, 在势力科技局上班的, 胡小仙倒是挺大方的。 指着叶天说道, 我大学同学的老公, 上次我生病, 多亏他救的我呢。 孙阳心为人很沉稳, 和叶天握了下手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却是将叶天拎着的背包接了过去, 让叶天暗暗点头, 这人面方而大, 倒是个厚道有福之人。 走吧, 爷爷听说你要来, 前天就进林子了, 说是给你打几只飞龙吃。 胡小仙愤愤不平地说道, 爷爷真偏心, 我结婚的时候他都没进山, 你来了他倒是忙活起来了。 成, 回头我吃肉你喝汤, 保准让你喝个够,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 一边说笑一边出了鸡场, 坐上了胡小仙开来的车里, 来到胡洪德位于市郊的那栋别墅, 刚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子浓郁的香味。 胡小仙将包一扔, 大呼小叫的就往厨房跑去, 那样子全然不像做了别人妻子的人。 去去, 这一锅是给叶天准备的, 你和杨欣的在厨房里, 自己拿去。 胡洪德端着一锅飞龙汤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边走还边用胳膊挡开馋嘴的孙女。 老胡, 你倒是有心了。 叶天笑着迎了过去, 他才不会客气呢, 接过筷子就吃了起来, 最后干脆将嘴对到锅上, 将整锅汤喝的是一滴不剩。 爷爷, 真偏心。 胡小仙知道爷爷一共打了七只飞龙, 可是只给他和孙杨欣留了两只, 不用问, 其他的五只都进了叶天肚子了。 去去, 和杨欣到你们房里去, 我和叶天有事说, 胡洪德将脸一崩, 把孙女和孙女婿都给赶回了房间。 赶走孙女后, 胡洪德脸色一正, 说道, 叶天, 怎么这会想进山了? 前几天大学可是封山了啊。 之前叶天只是说要进山, 并没有给胡洪德说去干什么。 老实话, 这月份进山, 就是胡洪德也不怎么乐意, 那夜晚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 胡洪德扛起来也有几分吃力的。 叶天没有回答胡洪德的话, 而是反问道, 还记得黑交给我的那块石头吗? 那块黑色的小石头, 胡洪德文言不禁打了个寒战。 怎么不记得, 那玩意差点把老胡给冻死了, 真是邪性啊。 胡洪德经历过小日本统治东三省的时期, 大风大浪见过不少, 但是唯有那次的经历, 是他生平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那石头对我有大用, 老胡, 你知道长白山中何处还有吗? 夜天一脸稀奇地看向了胡洪德。 没有见过, 要不然老胡哪里还有命在啊? 胡洪德将头摇得像是波浪谷一般, 说道, 除了黑龙潭那鬼地方, 别的怕事也出不了这邪性的东西, 奶奶的, 简直能把人给冻僵掉。 胡洪德一身的功夫, 是由外转内的, 气血之旺盛, 比之一般练其化神境界的人都差不了多少。 可是连他都坑不住那时钟寒气的侵袭, 现在提起来还是一脸的后怕。 等你功夫再进一步, 就会把那物件当宝贝了。 夜天摇了摇头, 这墨玉的功效恐怕连白元都不知晓。 否则这世上多少还是有些修道之人的, 怕是早就将黑龙潭给翻了个底朝天了。 第704章出世了, 胡洪德知道夜天从不说妄言, 他既然对那墨玉如此推崇。 想必这东西肯定有着不为他所知的秘密, 当下很认真的在脑中搜索了起来。 不过半赏之后, 胡洪德还是摇了摇头, 说道, 有那种东西的地方一定是极寒的。 长白山一年四季都很凉快, 还真想不出除了黑龙潭之外, 哪里还有这种玉石。 算了, 还是先去黑龙潭, 看看能有什么收获吧。 夜天叹了口气, 当初黑椒将它当成了朋友, 才送出那小纸大小的一块墨玉。 可想而知, 就是黑椒也将其当作宝贝的, 而且数量一定不多。 胡洪德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都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就去林场, 住一天明儿早上进山。 在京城和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 胡洪德这半年多 一直都没回山上住。 所以他的马车也丢在了林场里, 由胡小仙开车将两人送了过去。 胡爷, 有日子没见您了啊。 车子开到林场后, 那位宋厂长迎了出来, 看到下车的夜天, 不由愣了一下, 笑道, 稀客啊, 小叶可是稀客啊。 宋厂长, 今儿可又要麻烦您啊。 夜天笑着和宋厂长握了握手, 从车子后备箱里拎出了两箱酒, 说道, 这天冷的邪货, 买了点酒给您。 哎呦, 我说, 来就来了, 还客气什么啊, 宋厂长笑着将酒接了过去。 说道, 我还就是好这口, 老刘佐打了只野猪, 晚上咱们烧堆篝火烤肉吃。 好啊, 我还要吃烤羊腿, 胡小仙在一旁叫了起来, 他就是在这林场长大的, 林场里的人都像他的长辈一般。 好, 小仙要吃羊腿, 我回头去杀只羊, 宋厂长爽朗地笑了起来。 招呼夜天等人到屋里坐下后, 转身出去安排了。 胡洪德进屋之前看了眼天色, 进到屋里就将他身上的砍尖脱下丢给了夜天。 说道, 夜天, 明儿, 你把这火狐皮砍尖披上, 怕是要下雪了。 不能吧, 这都快五点了, 天还透着亮呢, 下步了雪吧, 往常东北的十二月。 四点多钟的时候, 天差不多就黑了, 可今儿的天色看起来很不错。 这场雪还小步了呢, 明儿你就知道了。 胡洪德摇了摇头, 眼中有些担忧, 他知道夜天前不久受了重伤。 体内真气全无, 怕是很难尽受山中那零下几十度的酷寒。 胡胡洪德爷孙和夜天的到来, 让临场欢闹了起来。 晚上一场盛大的篝火晚宴, 一直进行到了夜里十一点多才散去, 夜天和胡洪德均是喝了不少的酒。 老胡, 你还真是乌鸦嘴啊。 第二天一早, 当夜天下抗推开房门掀起门帘后, 一股寒风掺杂着几乎有婴儿巴掌般大小的雪花。 迎面就打在了夜天的脸上, 雪势之大, 让夜天连身前三米的地方都看不清楚。 今年的雪还下得晚了些, 估计最少要下个三五天的。 胡洪德正在炕上抽着烟袋, 被夜天开门刮进来的寒风吹得打了个寒颤。 对着夜天说道, 那石头的事情要是不急, 咱们过上半个月再进山吧。 胡洪德自己倒是不怕什么, 但他担心夜天的身体这么大的雪, 进山之后他怕是很难照顾到夜天的。 没事, 咱们只要赶到黑龙潭就好了。 夜天摇了摇头, 用过那墨浴修炼之后, 但凡有一丝可能性。 夜天都要去寻找墨浴, 要知道, 就那么一丁点石头, 足足可以省却他数年苦修。 好吧, 反正到了黑龙潭, 那山谷里倒是很温暖的, 胡洪德点了点头。 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他知道夜天一旦决定的事情, 几乎没有人能够改变。 胡爷, 小夜, 这么大的雪, 您二位今天就在临场吧。 两人正说着话, 宋厂长端着一锅热汤掀开厚厚的门帘走了进来。 说道, 先吃点热乎的, 中午咱们烧羊骨架汤喝。 胡洪德看了一眼夜天, 说道, 小宋, 不了, 回头我们就上山, 那在山里还下了套子, 有功夫没看了。 胡爷, 这么大的雪, 您还上去, 宋厂长文言愣了一下。 胡洪德笑道, 没事, 就在我那屋子周围, 而且我还怕雪把屋子给压塌掉, 也要去除除雪。 成, 那您二位注意点。 宋厂长点了点头, 没有再劝, 长白山方圆百里之内, 谁不知道胡老爷子的大名。 对于胡洪德而言, 这大山简直和他家的后花园没什么区别。 喝了两碗热乎乎的稀饭, 胡洪德和夜天冲入到了大雪之中, 这只不过下了几个时辰, 地上的积雪就到了膝盖处。 尤其是上了山之后, 往往向前走一步, 能被那风吹得后推两步。 虽然将身上包裹得严严实实, 仍然能感觉到刺骨的寒风直往皮肤里钻。 上次夜天来的时候, 两人只用了大半个时辰就来到胡洪德山中的木屋, 可是这次却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夜天, 你没事吧, 能行吗? 进到屋里之后, 胡洪德将炕给烧热了。 这只不过是开始, 进入到老林子后, 道路将愈发的难走。 没问题, 老胡,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夜天摇了摇头, 将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一股热腾腾的蒸汽顿时从他头顶升起, 乍然看去到像是头发着火了一般。 这却是夜天一路上用元神封闭了全身毛孔, 使其身上的热量不至于流失出去, 所以他虽然没有蒸汽护体, 却也能撑得住。 只不过这种办法对元神损耗得比较厉害。 夜天估摸着自己最多只能支撑一天就要休息, 好在山中灵气浓厚, 倒是不怕恢复不过来。 在木屋里修整了两个多小时, 两人进入了长白山。 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两道长长的脚印, 不过很快就被漫天的大雪掩盖住了。 钻入老林子之后,风势倒是小了很多, 这让二人行进间减少了不少阻力。 晚上的时候居然赶到了上次摘取还魂草的地方。 胡洪德对这一带是了如指掌, 带着夜天来到山腰的一处山洞里。 这里有他存放的木柴, 晚上燃起篝火, 倒也不是很冷。 没有了真气护体, 这半天的路程让夜天是几乎耗尽了全部的精神力。 吃了点东西后, 他马上盘坐在地上运起炼神功法修炼了起来。 释放在夜天身前的元神, 也显得是那般的伪顿不堪, 不过当夜天运转起功法之后, 元神像是黑洞一般, 将周围丝丝缕缕的天地元气尽数吞噬了进去。 将精神力消耗殆尽, 修炼元神的效果居然要好上很多。 第二天一早, 当夜天从打坐中醒来的时候, 精神完全恢复了过来, 而且他发现, 元神竟然比之前又要凝练几分。 胡洪德对夜天的状态也是嘖嘖称奇, 左打坐的时候还累得像个死狗一般, 今天居然有变得精神异议起来。 今天的雪小了一些, 两人行进的速度也快了很多。 尤其是夜天在感受了精神力耗尽修炼的好处后, 更是有意地在消耗着自己的精神力。 如此走走停停, 原本只需要三日的路程, 两人整整走了五天, 终于来到了黑龙潭外的那处老林子。 这边林子延绵树里, 在长白山中是最容易迷路的地方, 要不是胡洪德带着, 夜天怕是很难再找到黑龙潭的。 见到胡洪德从背包里掏出一瓶酒, 走到一棵画树前, 夜天不由奇怪地问道, 老胡, 你这是干嘛? 他们几个人就是埋在这棵树下的。 当初埋葬梦瞎子等人的时候, 为了怕被外人发现招惹麻烦, 胡洪德将几人的尸身火化后, 埋在了距离黑龙潭 还有两里多远的林子边缘, 而且也没有立碑, 不过却是在旁边的树上做了记号。 瞎子, 你和我不对付了一辈子, 人死账销。 老胡我敬你一瓶酒吧, 胡洪德将瓶盖拧开, 把一瓶酒都倒在了地上。 自作孽, 不可活。 想着几年前发生在这林子中的事情, 叶天微微摇了摇头。 上前拍了拍胡洪德的肩膀, 道, 他是最有应得, 别想那么多了, 整点吃的咱们去捡黑胶。 我可不进去, 回头我在谷口等你。 胡洪德文言不禁打了个寒颤, 那怪物的两只眼睛淡默得不带丝毫感情, 胡洪德可不想去面对那家伙。 他可是你邻居啊, 打好关系总归没错的。 叶天文言笑了起来, 正准备打开背包生火做饭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出一声长笑声。 是黑胶, 难道他知道我来了? 叶天听的这真切, 这正是黑胶的笑声, 不过, 随之他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在这笑声中, 竟然掺杂着痛苦的嘶吼, 似乎还有无尽的愤怒。 不对, 出事了, 叶天伸手从背包里拿出了那只三清灵, 静止往笑声传出的地方跑去。 叶天, 那家伙在这山中就是个霸王, 谁能拿他怎么样啊? 看到叶天面色骤变, 胡洪德无奈地跟了上去, 边跑边将尖头的那把老五六冲锋枪取了下来, 随手将子弹推上了膛。 第705章争斗, 出了什么事, 黑胶为何会如此愤怒? 叶天能听得到出来, 在黑胶的嘶吼声中满是愤怒和痛楚。 像是遭受了什么伤害一般, 这让叶天焦急之余, 心中满是震惊。 要知道, 就是以叶天当年练习化神的修为, 都看不透这只头上升觉近乎化龙的黑胶。 叶天当时就有种直觉, 黑胶要是想杀他,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后来在神农架见到白元, 虽然白元施展出来的手段, 要远远超出黑胶。 可叶天还是觉得, 他们两个如果碰上, 败逃的一定是白元无疑。 可是此刻黑胶却像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叶天不知道究竟是山中, 还有像黑胶一般的存在, 还是他遇到了修道之人。 虽然叶天心中着急, 可是接连下了四五天的大雪, 每一脚踩下去。 积雪几乎都深打妖际, 这短短的一两里路, 叶天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而黑胶的嘶吼声也愈来愈响了, 声音之中还有一丝悲怆和无奈。 叶天,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胡洪德背着枪赶到了叶天的身后, 那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让他心底一阵发寒, 看着瘴气弥漫的山谷, 胡洪德的脸上露出了巨异。 老胡,声音小点, 叶天压低了嗓子, 把胡洪德拉到一棵画树后面。 黑胶本身就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存在, 而眼下里面和他争斗的。 显然是同一级数的对手, 叶天知道, 就凭自己和胡洪德根本就不够对方看的。 那只黑胶似乎吃了亏啊, 胡洪德也能听出黑胶嘶吼中的痛楚, 轻声问道, 叶天,咱们怎么办? 叶天想了一下, 开口说道, 我进去看看。 不管是以前和黑胶的交情, 还是为了从黑胶那里得到墨浴? 叶天都必须进到这山谷之中, 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至于是否出手, 叶天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毕竟那个极数的对战, 远不是他能插手进去的。 胡洪德文言愣了一下, 连忙拉住了叶天, 说道, 别开玩笑了。 这, 这山谷里满是毒杖, 你进不到里面就被毒死了。 在黑龙潭这个山谷的入口处, 堆满了各种动物的尸骨, 都是无意中进入到山谷之中, 当他们闻到毒杖之后, 还没能跑到出谷口, 就毒发身亡了。 叶天咬了咬牙, 说道, 老胡, 你给我护法, 不管是什么人或者什么生物靠近, 全都用枪招呼, 千万别手软。 护法, 你要干什么呀? 胡洪德挠了挠头, 看到叶天将背包放到地上, 一屁股就坐了上去, 更是摸不清头脑了。 去, 叶天深深地吸了口气, 口中发出一声轻斥, 一道肉眼可见的白芒从印堂处一出, 漂浮在了他头顶三尺之处。 这正是叶天的元神, 相比前几天, 他的元神又凝练了不少, 小胳膊小腿都已经能分辨得很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 原本无形无色的元神, 此时似乎有了一种质感。 出现之后仿佛有那么一团影子漂浮在空中, 就是一旁的胡鸿德都能看得见。 我靠, 这是什么玩意啊? 见到这一幕, 胡鸿德顿时傻了眼, 一张嘴就要嚷嚷出来, 还好他反应快, 及时地用手捂住了嘴巴。 听到黑骄是嘶吼声变得愈发急切了, 叶天无暇和胡鸿德解释。 那团元神包裹着三清灵, 轻轻一闪, 已然顿入到了雾气独障之中。 正如叶天所想的那样, 这些可以作用在肉身的独障。 对元神并没有任何的危害, 一个呼吸的功法, 叶天就来到了山谷的中央处。 不过叶天自知功法浅薄, 在距离黑龙潭还有三十多米的时候, 他的元神就停了下来, 悄悄地躲在一个岩壁后面, 往黑龙潭的位置望去。 这一看, 顿时让叶天的元神一针不稳, 差点连三清灵都没能抱住。 黑胶那七八米长的身体, 已经完全脱离了黑龙潭。 只是在他通体有黑的鳞甲上, 却是被绑附了一条色泽金黄的绳索。 缠绕的黑胶动弹不得, 只能无助地发出嘶吼, 大嘴张开, 不断喷出一口口毒涨。 在黑龙潭二十米的地方, 站着一个身穿藏青色道, 身材消瘦的道人。 在他身周弥漫着白色的护体真气, 将黑胶吐出的毒杖尽数挡在了外面。 那条黑色绳索的一端, 就持在了这道人左手上, 不过他的神情似乎也不怎么轻松。 脸上满是汗水, 右手虚空画出一道道符露, 打在那绳索之上。 竟然是修道中人, 看到这一幕, 夜天心中顿时纠结了起来。 他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 遇到修道界的人。 如果放在另外一个环境中, 夜天自然会大理参拜虚心求教。 可是黑胶曾赠他墨玉, 将其当成了朋友, 夜天真的不知道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你这孽障, 倒也好心要收你为护山灵兽, 传你妖修之法, 这是你的造化, 你居然不识好歹。 正在夜天纠结之时, 那道人忽然张口对着黑胶骂了起来。 你既然这么不识好歹, 倒也我就抽了你的胶金, 融入到我的附龙所上。 吼。 听到道人的话后, 黑胶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大嘴一吐。 一道白光闪电般地向那道人撞去, 却是情急之下吐出了尚未成形的内丹, 要和那人拼命了。 论修为, 其实黑胶还在这道人之上的, 他距离真正的结丹只差临门一脚。 结丹之后就能化骄为龙, 相当于人类的金丹大道。 这道人虽然只不过是先天中期, 距离结成金丹还差得远。 可是和黑胶自己摸索着修炼不同, 他却是有着一套完善的传承, 手段远非黑胶能比。 而且道人手中的那条附龙所, 也是他门中宝物, 威力巨大, 不管是人是妖, 一旦被绑住都难以脱身。 不过这附龙所需要原神催动, 道人为了将黑胶绑复住, 几乎将心神都放在了附龙所上, 一时间也没有余力抽出手来灭杀黑胶。 黑胶突然吐出内丹拼命, 让这道人也是始料未及, 仓促之下。 他只来得及在身前布下一道护照, 内丹就重重地撞了上去。 砰的一声巨响, 那层护照像纸壶的一般碎裂开来, 内丹所化的白光重重地撞击在了道人身上。 道人的身体被撞到往后飞出去了七八米远。 嗨,嗨嗨。 身体在半空之时, 道人口中就是鲜血直喷, 落到地上之后, 更是连退了五六步才站住身形。 而黑胶的内丹在这一撞之下, 色泽也是变得暗淡了起来, 摇摇晃晃地往黑胶处飞去。 放出来, 就别收回去了。 那道人虽然面色黄如金纸, 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迹, 但脸上却是露出了凝笑。 左手在天灵上一拍, 一道白光重处, 化成了一只大手, 向那内丹抓去。 阳神出鞘。 远处观战的夜天心中一灵, 那道人所化的大手几乎就像是食物一般, 笔之他这半吊子原神不知道要强出多少。 原神的速度何等之快, 没等那内丹收回, 已经是被道人抓在了手里。 黑胶口中发出一声哀鸣, 吐出一道苦修数百年的本命元气, 渡入到了内丹之中。 一时间, 内丹光芒绽放, 往回手的力道加强了几分, 那道人虽然抓住内丹, 却是无法将其拉扯回来。 孽障, 我拼着修为大退, 也要收了你, 到时将你内丹炼药, 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呢? 道人脸上露出一丝狠色, 同样张口喷出了一道本命真气。 同时, 右手连连打出法绝, 绑复在黑胶身上的附龙锁 顿时又紧了几分。 虽然黑胶的林甲可以刀枪不入, 但这附龙锁不知有什么材料制成。 居然深深地勒破了黑胶的林甲, 紫黑色的鲜血化为潺潺细流, 涌入到了黑龙潭中。 黑胶知道自己命悬一线, 当下也是发了性子, 浑然不顾自己的肉身。 本命真元不要命般地喷吐在了内丹之上, 一时间, 一人一胶居然相持不下。 只是黑胶的身体和内丹同时受到攻击, 尤其是身体不断流出的鲜血。 也让他元气大伤, 此时胜利的天平显然在向那道人倾斜。 道人脸上也露出了些许喜色, 这黑胶可浑身是宝, 再加上黑龙潭中的物件, 足以弥补自己所受的伤势了。 妈的, 取单炼药, 抽筋炼器, 这他娘的就是修道中人。 听到那道人的话后, 叶天已经搞明白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心头不由大怒。 这黑胶隐居深山老林之中, 也没有出事为害, 仅仅为了自己的私欲, 就要将其灭杀, 这道人的心性恶毒之极。 不过叶天还是忍住了出手的欲望, 那道人尚有余力, 自己贸然出手的话, 怕是一个照面就被他给灭掉了。 黑胶, 我是叶天, 前年你我在此相识, 还记得我吗? 叶天私存了一番之后, 元神发出一道波动, 传入到了黑胶的石海之中, 正是白元教他的神识传音之法。 叶天神识传出后, 挣扎着的黑胶身体突然一顿, 硕大的胶头四处张望了起来。 第706章 绝望 当叶天传音之后, 黑胶并没有感觉到欣喜, 眼睛里反而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他虽然记得叶天, 但同样知道叶天河面前的 这个道人一样, 并不是和他同一种族的。 非我族类, 其心弊异这句话的道理, 也不是只有人类懂得的。 黑胶活了数百年, 其智慧并不在普通人之下。 如果放在往常的时候, 叶天的实力在黑胶面前 简直就不值一提。 不过此时他正和道人拼命, 叶天的加入, 或许就会成为压垮骆驼的 那最后一根稻草。 想到这里, 黑胶又疯狂地挣扎了起来, 他想在叶天出手之前 挣脱这绳索。 只要回到黑龙潭中, 他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乐在黑胶身上的那金黄色绳索, 却是愈发紧了, 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 不过这也让那道人 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妈的, 道爷回头一定将你剥皮抽筋。 道人一口精血喷出, 整个人的精神愈发地尾顿了。 要知道, 黑胶的修为原本就比他高, 虽然借助着道法和法宝与其周旋, 但道人还是要用真气原神催动的, 此时也快到了尤禁灯窟的境地了。 黑胶兄, 我是来帮你的。 夜天看出了黑胶的不安, 当下继续传音道, 你要是相信我, 就把这山谷中的毒账给收回去。 单凭夜天, 根本就无法对付那道人, 不过他确实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是必须要黑胶来配合才行的。 黑胶仰头发出了一声类似龙吟的鸣叫声, 眼神往夜天元神藏身的那块岩石看去, 似乎心中也是拿不定主意。 要知道, 黑胶所喷出来的毒账之气, 虽然无法伤害到道人, 不过也能让他耗费真气来抵御。 如果收回来的话, 道人就可以将护身真气用到这附龙锁上, 道时黑胶将更难支撑下去了。 看到黑胶犹豫不决的样子, 夜天传音道, 我修为远不及这人, 你再不决定, 我只能退去了。 这道人心思险恶, 形势更是毒辣异常, 如果被他发现自己藏在一旁的话, 夜天也怕自己和胡鸿德小命不保。 是以黑胶钥匙不将毒账收回, 夜天也只有收回元神, 能躲多远躲多远了。 听到夜天这句话, 黑胶眼中露出了一丝决绝的神色, 反正现在这样拼下去。 他也是只有败王意图, 倒是不如按照夜天所说的博以下了。 一口丹气喷出, 被道人元神抓住掌心的内丹。 突然滴溜溜地转动了起来, 一道道无形的漩涡在内丹周围闪现了出来。 山谷里像是刮起了一道旋风, 遍布在谷中各个角落的独障 向着黑胶的内丹狂涌而入。 短短的几席之间, 山谷之中就恢复了清明。 嗯, 这是怎么回事? 躲在谷外给夜天肉身护法的胡鸿德, 突然看到谷中独障散去。 顿时愣了一下, 当他看到一百多米外黑龙潭边的情形时, 眼睛不由瞪大了。 我靠, 这他娘的哪里来的神仙, 降妖福怪啊? 看清楚和黑胶对峙者的盗人时, 胡鸿德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怎么都不会相信居然有人赶来招惹这怪物。 正当胡鸿德惊恶莫名的时候, 端坐在树下的夜天忽然睁开了眼睛。 说道, 老胡, 向那道人开枪, 往头眼等要害处打。 打, 打,打那人, 胡鸿德摇了摇头, 看向夜天道, 你没搞错吧? 咱们要帮也是帮那道人, 怎么可能帮黑胶啊? 帮到人, 怕是杀死黑胶之后, 咱们也活不了。 夜天并没有起身, 急声道, 老胡, 你要是信我, 就按我说的做, 否则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所。 夜天的老本行可是占卜算卦, 他有种直觉, 这道人其实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一直隐不作声, 心中想必是存了恶念的。 怎么会这样? 胡鸿德的大脑有些混乱, 可是基于对夜天的信任, 他还是举起了手中的那把老五六半自动步枪。 武术之后, 你直接开枪, 记住, 往死里打, 夜天交代完这句话后, 原神脱体而出, 带着三清灵回到了那处岩壁后面。 在收回谷中毒账之后, 黑胶的内丹固然威力倍增, 不过那道人也收回了护身针器, 一道道针器打在附龙所上, 也让黑胶的肉身伤势愈发严重起来, 已经无暇喷吐丹气支援内丹, 一人一跤还是相持不下的局面。 一、二、三、四、五, 口中默念了五个数字后, 胡洪德举枪瞄准了百米之外那个道人的脑袋, 口中狠狠骂道, 妈的,就信你一次。 有胡云豹那样的大土匪老子, 胡洪德原本就匪性十足, 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而且是非观念也不是那般的强, 就算杀错了人, 他也未必会有什么愧疚之心的。 黑胶霍道人的争斗已然进入到了白热化, 肉身流淌的鲜血让黑胶也承受不住了, 那庞大的躯体挣扎的力道越来越小。 而道人也是筋疲力尽, 原神化作的大手已经有些涣散。 刚才被内丹重击的伤势也爆发开来, 嘴角时不时地会一出一丝鲜血, 显然也是在强撑着。 砰,砰砰。 就在此时, 三声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 打破了人交之间的僵局。 胡洪德玩了一辈子的枪, 这三枪是枪枪要命, 三颗子弹几乎同时射出了枪膛。 成品自行向道人飞去, 目标正是道人的印膛和双眼要害。 听到枪响之后, 躲在岩石后面的夜天神经一下子绷紧了。 能用武器解决道人那自然是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他还留有后手。 就在枪声响起的同时, 道人忽然右手一翻, 一把长约三寸的短剑出现在了手中, 紧接着抬至眼前。 三声金铁交击的声音响过之后, 那三颗子弹居然全被短剑给磕开了, 而道人的身体连动都没动一下。 想暗算道爷, 小子, 你还差得远呢? 道人的嘴角拉出了个弧线, 脸上露出一丝凝笑。 在黑胶收回骨中毒账的时候, 他就感觉有些不对, 心中早已加强了警觉。 那元神化作的大手之所以有些涣散, 其实就是道人分出一道元神观察起周围的情况。 山谷外树林中的叶天和胡鸿德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被他发现了。 到了道人这种修为, 即使不懂得占卜之术, 对于深州的危险还是能感觉得到的, 叶天二人的恶念早已被他收入在了心底。 只不过道人正与黑胶争斗到白热化的阶段, 见到是两个凡人之后, 并没有细查。 而是将元神给收了回来, 在他心里, 即使胡鸿德拿着枪, 也只是蝼蚁一只罢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胡鸿德连发三枪, 都被这道任格挡开来, 那巨大的冲击力 甚至都没能让他的身体挪动一步。 这, 这还是人吗? 山谷外的胡鸿德看得有些傻眼, 一百多米的距离, 正是冲锋枪威力最大的距离。 可那道人只不过挥了挥手, 就像是弹苍蝇一般的将子弹给弹开了。 靠, 老子不信你能挡住多少发子弹。 胡鸿德也是发了狠, 右手食指连连扣动扳机。 一时间山谷内外枪声大作, 真的树上的积雪 噗哧噗哧地往地上掉落了下来。 我操, 这样也行, 可是眼前出现的情形, 差点让胡鸿德将眼珠子都瞪了出来。 山谷中的道人身形根本就没动, 右手以肉眼几乎看不清的动作。 在身体周围挥舞着, 将那一颗颗射向自己的子弹完全格挡到了旁处。 这一幕看得胡鸿德甚至在打光了子弹之后, 都忘了换弹夹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可以如此地抵御枪支, 难不成当年一和拳刀枪不入的口号并非是空穴来风。 不知死活的小辈, 虽然短剑上灌住了真气, 可是子弹的冲击力还是让道人右手感觉一阵发麻。 当下口中冷哼了一声, 趁着枪声停歇的机会, 右手猛的一扬。 去! 随着道人的和声, 那把短剑搜的一下向胡鸿德飞了过去。 其速度, 比子弹也慢不了多少, 转瞬之间就来到了胡鸿德身前十多米的地方。 妈的, 剑仙啊! 看到那短剑在眼前不断地放大, 胡鸿德连忙将脑袋缩到了画树后面。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短剑如同具有灵性似的, 滴溜溜地围着画树一转。 那足有成人腰枝粗细的大树, 就像是豆腐一般毫不受力地被斩断了。 斩断挡路的画树之后, 短剑静止往胡鸿德的脑袋消去, 胡鸿德此时避无可避, 只能举起右手的冲锋枪格挡了一下。 不过金刚打致的冲锋枪, 在这小小的短剑面前仍然不够看的。 一道白光闪过, 枪身一截两断, 甚至将胡鸿德左手半边手掌都给削去了。 没想到我老胡纵横一事, 竟然会死得如此糊里糊涂。 胡鸿德此时根本就感觉不到左手传来的疼痛, 因为扑面而来的剑气使得他如坠冰枯。 心中泛起一种绝望, 胡鸿德第一次感觉到死亡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第707章 装死 胡鸿德毫不怀疑, 这短剑取自己头上手疾绝对不费丝毫的力气。 他脑中甚至已经出现了尸首分离, 活梗畜在喷洒着鲜血的情景。 正像当年父亲处置小鬼子时亲手砍下他们的脑袋那般。 老子这辈子也值了。 胡鸿德并没有埋怨叶天, 而是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他这一辈子不说杀人如麻, 但也有一二十条人命在手上, 全当此刻是报应到了。 不过就在胡鸿德闭上双眼引颈受禄的时候, 等了好几秒钟都没有感觉到身体传来的痛楚, 就连那次的面目生疼的剑气似乎也消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胡鸿德连忙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眼前地面上的雪地融化了一片, 那把短剑不知何时深深地插入到了雪中。 妈的, 老子没死啊, 胡鸿德双膝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在阎罗蒂府门口转了一圈, 惊得他出了一身的冷汗。 哎哟, 疼死老子了。 直到此刻, 胡鸿德才感觉到左手处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整个手掌鲜血淋漓, 小指和无名指连带着小半个手掌, 奇奇地被那短剑 给消去了一半。 零下十多度的气温, 将胡鸿德受伤的左手动得轻子, 也将那鲜血给凝固住了。 顾不得多想, 胡鸿德连忙扯下一块衣巾, 将左手包扎了起来。 他虽然气血旺盛, 但在这种环境中受伤, 时间一长, 说不定整个左手都会坏死掉的。 要说胡鸿德也是心大之人, 一直忙活完自己的伤势, 他才想起了谷中的生死之战, 连忙将头探出去观察了起来。 老胡, 你受伤了? 刚刚伸出脑袋, 还没看清谷中情形的时候, 胡鸿德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铃声, 叶天不知何时从地上站了起来。 没事, 一点小伤, 叶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鸿德摇了摇头。 直到此刻, 他还没回过神, 那道人为何会放他一马? 等下再和你解释, 走, 去山谷里。 叶天摆了白手, 左手抓着三清灵, 右手顺势一抽, 将靠在树上的那个大背包中的开山刀, 拿在了手上。 叶天, 战斗结束了, 刚才究竟发了什么? 胡鸿德跟在叶天身后, 此时他也模模糊糊看到了谷中的情形。 那黑胶已经是不知去向, 而原本站立着的道人, 则是躺在地上生死不知。 老胡, 是我大意了, 没想到修道之人如此厉害。 回头看了一眼左手缠着不条的胡鸿德, 叶天眼中露出了愧疚之色。 叶天尽管已经高估了那道人的修为, 但怎么都没想到他居然能放出飞剑, 百米之外差点取了胡鸿德的性命。 回想起刚才的事情, 叶天也是一阵后怕, 他出手倘若稍微晚一点, 恐怕胡鸿德此时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时间往前推速到三分钟之前, 在放出手中短剑的时候, 道人脸上露出了一丝宁笑。 虽然传说中的剑仙千里之外取人手急的话有些夸张, 但是道人相信。 百米之内以他原神驱动的法器, 当可轻易地斩杀掉谷外开枪之人。 不过道人一方面需要分出一丝原神操纵短剑, 另外却是要对抗黑胶的内胆。 他虽然修为深厚, 但同时攻击胡鸿德和黑胶, 还是吃力万分, 再也无暇分心他故。 但就在此刻, 叶天出手了, 他几乎凝结了自己原神所有的能量, 敲击在了三清灵上。 顿时, 一股无声的波动震荡了起来, 直接传入到了正和内丹进行争斗的道人原神之中。 拿到三清灵已经有段时间了, 叶天在传承之中, 也发现了三清灵别的一些作用。 这三清灵固然可以凝神静气帮助修炼, 同时还是一件攻击性的法器。 用原神催动之后, 三清灵所产生的波动 可以直接作用到敌人的死海之中。 重则能使人当场丧命, 轻则也能让对方原神紊乱, 神志不清。 不过, 叶天从来没有实验过三清灵作为攻击法器的效果。 此时也是孤注一掷赌赌上了一把, 按照传承中的秘法, 将杀法之音传入到了道人的原神之中。 那道人怎么都没能想到, 在此地居然还藏有第二个人, 而且所用的还是修道界极为少见的因公法器。 当那杀戮之音传到道人原神中之后, 饶式他的修为已经进入到先天中期。 原神凝练无比, 也被震得原神溃散, 大手消散在了空中。 黑胶苦修数百年的内丹, 可不仅仅是个摆设, 就在道人原神所化的大手散开之后。 那内丹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重重地撞击在了道人的胸腹处。 这次撞击, 道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护, 那内丹竟然将其肉身给洞穿开来。 硬生生地在他身体上破开了一个大洞, 拦腰差点被撞成了两段。 虽然进入到先天之境后, 修炼的重心已经由肉身变成了精神。 但先天境界还是太弱, 原神和肉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缺一不可。 并且原神需要寄宿在肉身食海之中, 身体受到重创, 原神也无法独自存活。 更何况黑胶内丹撞击的地方正是道人的下丹田要害。 这一撞之下, 将道人苦修了近百年的先天真气, 从根本处给毁掉了。 仿佛在黑胶身上的附龙所, 没有了真气的催动, 顿时松懈开来, 那黑胶也不是善于之辈。 张口一息, 居然连着内丹和道人尚未凝结在一起的原神, 尽数吸入到了口中。 也正是因为如此, 道人的原神受到重创, 再也无力操纵那把短剑, 才使得胡鸿德在那千军一发之际逃得升天。 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 就是叶天也是在见到胡鸿德之后, 才推算出了事情的缘由。 这也惊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差点因为自己的缘故, 将胡鸿德的性命给断送掉了。 想着事情的前因后果, 叶天脚下却是没有停顿, 静止来到了人交争斗的山谷中心。 那道人身体摔出了距离黑龙潭十多米处的地方, 腹葬肠子从胸腹之间流了出来。 在他身数米的积血都已经被鲜血染红, 似乎再无一丝气息。 那条黑胶呢? 看着那道人的尸身, 胡鸿德下意识地往旁边走了几步, 似乎为了排解心中的恐惧。 大声嚷嚷了起来, 我们救了你, 你倒是好, 自个儿跑没影了。 他受伤很重, 回到潭水中了, 不用喊了。 叶天从停下脚步, 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地面上的那举尸身。 制止了胡鸿德之后, 叶天忽然开口说道, 别装了, 我知道你没死, 眼睛睁开吧。 什么, 还没死, 叶天, 你别吓我啊。 听到叶天的话后, 胡鸿德见鬼似的, 连忙又往后退了七八步, 对着地面已经被动得硬邦邦的身体, 打量了一番。 摇了摇头, 说道, 叶天, 这人早已死透了, 他本事再大也活不下去了。 道人的五脏六腑进阶流出了体外, 体内鲜血几乎都流光掉了。 这种情形下要还能活着, 那只有一种解释, 眼前的这位根本就不是人。 叶天冷笑了一声, 说道, 老胡, 我把他的头砍下来, 算是抱你这一掌之仇了。 小辈, 你气我太甚, 就在叶天话音刚落的时候, 地面上的那具尸体, 忽然发出了声音。 肉身原神同时受到重创, 那道人原本想着蛰伏装死, 趁叶天二人不背的时候。 原神出窍夺舍一人的肉身, 可没成想却是被叶天给看穿了, 无奈之下只能睁开了眼睛。 要知道, 道人苦修百年, 虽然肉身受到如此伤害, 但生机还没有完全断绝, 原神还可以藏在石海之中。 但叶天要真的是将他头颅砍下的话, 那他剩余的原神恐怕连夺舍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接就会化为一股精纯的元气, 消散在这天地之间。 我靠, 诈尸啊, 胡洪德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跳了起来。 你们这两个小辈, 帮助那孽畜残害同道, 这是何道理? 道人强自撑起身体坐了起来, 恨恨地说道, 你们难道不怕我师门怪罪, 不怕天下同道讨伐吗? 道人也是心中郁闷之极, 他本名叫做格凯。 由于供奉他师门的一个世俗家族出了事情, 他这才时隔五十多年后重返世俗界。 不过想到早年在长白山中发现的一株人参 应该有了千年火候。 道人临时决定先来长白山摘取后, 才回到俗世处理事情, 谁承想就是这个临时的决定, 却使得他置身于现在的处境。 以他的修为, 自然看得出夜天尚未完全进入先天之境。 而另外一人只是个舞者而已, 自己虽然元神遭到重创, 但还是有把握夺取其中一人肉身的。 只是夜天手持的那三清灵, 却是让道人心中忌惮不已。 他想用语言先震慑住夜天, 趁其不备的时候突然出手, 将他那尚未成形的元神吞噬掉。 这黑骄并无恶行, 前辈你要将其抽筋剥皮, 这未免有伤天道吧。 夜天脸上露出笑容, 往那道日身边走了几步, 说道, 我当然怕你失门怪罪, 所以,你可以去死了。 第708章收获,上。 看到夜天脸上的笑容如同春风般和煦, 隔凯顿时松了口气, 他虽然伤势很重, 但还有手段尚未使出, 只要能缓过一口气, 夺舍夜天肉身的把握还是很大的。 不过就在此时, 夜天画风一变, 右手闪电般地探出, 一道寒芒过后, 隔凯的那颗大好头颅高高地飞了起来。 不, 头颅扬起的瞬间, 隔凯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他怎么都没想到, 以自己的修为, 居然会死在被他视为蝼蚁一般的人手上。 而且对方出手如此决绝, 竟然连他的来历都不询问, 直接下了杀手。 隔凯受到重创的元神, 甚至连冲出石海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人的意识瞬间陷入到了黑暗之中。 叶天既然插手了这件事, 自然不会留下隐患, 在用那开山刀斩下道人头颅之后, 左手轻摇, 三清灵微颤, 一股无形的波纹在空气中蔓延开来。 这却是叶天怕那道人元神讨逸, 如果他真有师门的话, 必将给自己引来大祸, 在出刀的时候, 他的元神就已经贯注到三清灵中, 只是叶天确实不知道, 隔凯的伤势实在太重, 元神更是被黑胶重创。 否则刚才打照面的时候, 他就会舍弃那身臭皮囊来夺舍叶天了。 就, 就这么杀了。 不仅是隔凯自己, 就连一旁的胡洪德都没想到。 叶天还没和对方说上两句话, 就下了杀手, 在他想来, 怎么都要问清楚他的来历吧。 老胡, 修道之人手段多端, 远不是你我能想象的。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你刚才也看见了, 连黑胶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怕夜长梦多, 还是早些料断了好。 说得倒也是, 这家伙真的不是人。 胡洪德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想到那会飞的短剑, 他忍不住也是一阵后怕。 如果不是当时道人和黑胶分出了胜负, 怕是他早已命丧黄泉了。 当然, 胡洪德并不知道, 道人的落败还是叶天出手导致的。 否则不要说黑胶, 就是他们两人, 怕是也都会被纳到人格杀当场的。 老胡, 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下。 虽然在这场争斗中, 叶天只不过用三清灵攻击了一次格凯, 但心神的消耗和在这个过程中所承受的压力, 让他双膝一软, 直接坐倒在了地面上。 叶天, 你没事吧? 胡洪德跑到叶天身边, 他有真气护身, 早已将左手伤势的鞋止住了, 除了疼痛之外, 倒是没什么大碍。 没事, 老胡, 这趟连累你了。 叶天有些欠然地看向胡洪德, 他也没想到此次进山竟然会遇到这么一档子事。 要真是因为自己害了胡洪德行命, 叶天这辈子怕都会内疚不已的。 那段长可能找回来, 这天气不会损坏, 去医院应该还能接上吧? 叶天脑子一动, 脸上露出喜色。 算了吧, 就是丢了两根手指而已。 胡洪德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说道, 该这老胡有这一劫。 断了就断了, 接上不好用的话更加不舒服, 叶天, 别费那事了。 胡洪德原本就是心胸霍达之人, 刚才能死里逃生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身体上的这点小伤,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你啊, 这次试了之后, 你到香港找大师兄他们吧。 叶天摇了摇头, 这次他真的是亏欠胡洪德了, 只是对方什么都不缺。 唯有让他住到香港, 帮其突破到练习化神的境界, 估计才能还得了这份人情。 对了, 叶天, 你刚才说的修道者到底是干什么的? 胡洪德忽然想起叶天刚才的话来, 一脸疑惑地问道, 难不成这世上还真有可以飞天遁地的人? 没错, 眼前这人不就是吗? 叶天点了点头, 沉沿了一下, 说道, 你也知道, 炼其化神之上是炼神反虚。 在咱们常人眼中, 这已经就是修炼的尽头了, 不过在修道者的眼中, 只不过是开始而已。 胡洪德的修为, 只差一步就能跨入到炼其化神的境界。 倒是可以知道这些事情, 叶天当下将从白元那里了解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了他。 靠, 按你这么说, 咱们今儿杀了个神仙。 听完叶天的讲述后, 饶式胡洪德胆大包天, 也是被震惊地半上没说出话来, 看向那无头的尸身时, 脸上不禁露出了巨异。 神仙也是人做的, 有什么好怕的? 叶天体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当下站起身来, 走到尸首旁边。 说道, 这道人说他有尸门, 不知道什么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叶天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了, 不过害命之后再谋财, 这却是头一遭。 咦, 这道袍倒是不错, 可惜破损掉了。 叶天的手触及那藏青色的道袍后, 顿时感觉到了不同。 这道袍不知道是什么布料制成的, 入手很柔软, 不过叶天用双手一撕, 居然没能将其撕开。 黑胶吐出的内丹还真是厉害。 叶天虽然功力全失, 但双手还是有数百斤的力道, 连他都撕不破的道袍。 却是被黑胶的内丹给积了个前后洞穿, 可见那内丹威力之大。 不过这也让叶天心中充满了期待, 这道人连衣服都是如此珍贵, 想必身上会有不少好东西吧。 好在内丹没有伤及到胸口, 否则这包裹也要给废掉了。 道人身上的血污早已被冻了起来, 叶天也不避讳。 当下, 伸手往他怀里掏去, 手拿出来的时候, 已然是多了个扁平的小包裹。 叶天, 这里面会是什么呀? 胡红德也凑了过来, 神仙身上的东西, 谁会不感兴趣呢?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叶天没有迟疑, 伸手将那叠得四四方方的包裹给拆开了, 入眼处却是一个白玉制成的扁平盒子。 什么玩意啊? 就几块破玉。 这次没等叶天动手, 胡红德先将白玉盒子给掀开了, 一眼望去。 却是一脸的失望, 他原本想着里面还能有什么灵丹妙药呢? 在盒子里面放着三块玉石, 靠右边的是两枚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玉配。 而最左边的这块玉石, 则是只有小纸长短, 灰蒙蒙的很是不起眼, 也难怪胡红德看不上了。 破玉,老胡, 这东西你拿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叶天虽然没用手去触摸, 但是当玉盒刚一打开的时候, 他的元神就波动了起来, 好像玉盒内有什么吸引着元神的物件一般。 顾不得和胡红德多言, 叶天伸手把那个最不起眼的玉石给拿在了手上, 同时神念一动, 将那玉石就给包裹了起来。 这, 这是什么灵气? 难, 难道是生命力吗? 就在神石和玉石接触的一刹那, 叶天脸上先是一愣, 继而露出了狂喜的神情。 叶天清晰地感觉到, 从那玉石上传出了一种澎湃的灵气, 通过元神导引, 源源不断地溢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而叶天那丹田消失之后, 几乎寸断的经脉, 在这股灵气的滋润下。 居然似乎有蓄联上的迹象, 而且背后脊椎的伤势也在快速恢复着。 那猴子不是说, 只有元神完全成形之后, 才能修复体内经脉吗? 一脸震惊地看着手中的玉石, 叶天的大脑出现了一阵空白, 有了这东西, 或许自己并不需要等那么久了。 叶天, 怎么了? 这玩意儿有用吗? 看到叶天脸上表情不定, 胡红德连忙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 何止是有用? 就是拿我全部身家来换这个, 我也愿意。 叶天被胡红德给惊醒了过来, 看着胡红德受伤的左手, 说道, 老胡, 你把这东西拿在手上, 用真气激发它试试, 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应。 叶天可以肯定, 这块玉石中所蕴含的灵气, 绝对能治疗胡红德左手伤势的。 不过他原神未成, 不知道能否吸收得到那些灵气。 虽然知道这块玉石对自己极其重要, 但胡红德此行受伤, 却是被自己连累的。 就算他将石中灵气全部吸收掉, 叶天也不会感到可惜的。 小心点, 千万不要损坏了这石头。 将玉石塞到胡红德手掌的时候, 叶天忍不住叮嘱了他一句。 自己也不知道这东西的来历, 万一被这粗人给捏碎了, 叶天到时都没地哭去。 真气激发, 怎么激发啊? 胡红德拿着那枚玉石, 一脸的不知所措。 叶天提醒道, 你的修为已经可以真气外放了, 你放出一点接触下这块石头不就行了? 咦,好舒服呀。 胡红德按照叶天所说, 小心翼翼地释放出了一丝真气。 当真气触及到石头之后, 一股热流忽然纵时中流向他的手掌, 移入到皮肤之中。 当热流传入到全身之后, 胡红德只感觉全身暖洋洋的, 像是泡在五六十度水温的温泉中一般, 惬意地他低声深沿了起来。 与此同时, 胡红德感到左手受伤的地方 传来一阵麻痒的感觉, 忍不住将包裹在手上的布条给撕了下来。 生白骨而活死人, 当初去手上的布条后, 叶天和胡红德同时瞪大了眼睛。 第709章收获, 下。 说起来, 胡红德左手的伤势着实不清, 那短剑由他无名指处斩下的。 连带着无名指与小指 还有半个手掌都给削断掉了, 布条被撕开后, 烟红的鲜血顿时往外渗了出来。 不过就在鲜血渗出的时候, 手掌上的细胞组织 似乎被某种能量给激活了,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了起来。 渗出的鲜血慢慢结成了伤疤, 伤疤开始还显得有些鲜嫩, 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硬疤。 短短数分钟之内, 那伤疤居然从胡红德的手上脱落, 长出来鲜红的皮肤来。 这种变化让叶天和胡红德 均是目瞪口呆, 傻傻地看着那奇妙的过程, 心头的震撼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出来。 叶,叶天,你,你掐我下看看。 胡红德抬起头, 脸上的表情也不知道是哭是笑。 老胡,你确定? 叶天当下也没客气, 伸出右手就握在了胡红德残缺了两指的左手上。 哎哟,疼啊。 胡红德口中发出一声痛呼, 连忙将叶天的手给甩开了, 他左手那刚长出来的皮肤可禁不住叶天这一握。 可惜了, 这断掉的两指没有办法长出来。 叶天叹了口气, 说道, 老胡,你别停, 继续吸收这石头里的灵气, 看能不能将你体内的那些隐患都清除掉。 胡云豹当年被称为长白鹰爪王, 一身外门功夫登峰造极, 但练习外加功法。 基本上都是伤敌一千, 自伤八百的, 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些隐伤。 加上胡云豹晚年藏入深山, 每年都要禁守长白山那零下数十度的酷寒。 究竟没能进入到练气化神的境界, 活了七十多岁就去世了。 胡云德得到父亲所传的一波, 入门也是练的外门功夫。 虽然早年身上也有着不少的隐患内伤, 但晚年调理得好, 是以才能活到这般岁数。 不过胡云德想要进入练气化神, 必须将一身内加真气练到精纯无比。 把内伤完全清除掉才行, 叶天就是想让他借着这次机会, 突破这道门槛。 好,我试试, 不过叶天就在这里修炼。 听到叶天的话后, 胡云德往黑龙潭那有黑的潭水处看了一眼。 说道, 那家伙不知道怎么样呢, 回头别狂兴大发了。 叶天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黑椒受了重伤, 怕是一时半会出不来的, 放心吧, 没人打扰你。 黑椒在顿入岛潭水中之前, 曾经给叶天传过一道感激的神念, 而且叶天相信。 黑椒绝对不会干出那等恩将仇报的事情来, 在很多时候, 动物往往要比人类更加的可靠。 算了吧, 我还是去原点。 虽然天气严寒, 地上的鲜血都被冻住了, 可那刺鼻的气味却是无法消除的。 胡云德四处打量了一下, 到距离黑龙潭三十多米处的一个岩壁下, 打坐了起来。 那灰色玉石能生白骨活死人, 这两块玉佩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等到胡云德离开后, 叶天将注意力放在了纳玉盒里的另外两个物件上。 在见识了玉石的功效后, 叶天心头不禁一阵火热。 嗯, 没有灵气, 伸手拿起一块玉佩, 叶天将神石灌入其中。 脸上顿时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这玉佩并没有丝毫的反应。 和那玉石装在一起, 这玉佩想来应该也很珍贵才对呀。 叶天有些不甘心, 干脆将元神放出, 把这玉佩包裹了起来。 这次却是起了变化, 一段隐晦莫名的文字, 突然从玉佩中传入到她的石海。 竟然是一篇功法。 叶天晃了晃脑袋, 将元神收了回去, 仔细查看起那段文字。 却发现居然是篇修炼的功法, 只不过这功法却有些古怪。 内丹, 在读到中段的时候, 叶天忽然看到了两个字, 不由愣了一下, 难道这是一篇要修的功法? 道家修炼虽然也是炼丹, 不过却是被称之为金丹, 所以才有金丹大道的说话。 而在金丹之前则是先天之境, 内丹之说, 仅是用在妖修身上。 继续往下看去, 叶天叹了口气, 这果然是一篇妖修功法。 除了蒋素如何结单之外, 还有妖修的神炼之法, 对叶天却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黑胶倒是运气不错, 经此一截, 却是得到一篇功法, 叶天摇了摇头。 把那玉佩放回到了玉盒里, 顺手将另外一枚玉佩拿了出来。 这凡事都经不起推敲, 显而易见, 这玉佩和叶天曾经得到的 开源道藏那也封面有些相像。 似乎是用神识在上面落下印记, 以供修道者用原神查看。 相比书籍指剑, 这种方式无疑更加方便, 而且隐秘性更强。 除了修道之人, 就算现代科技在发达, 也无法亏得一丝玉佩中的内容。 叶天有些向往地想到, 不知道要到何种修为, 才能将神识落在上面。 笔之叶天得到那也封面上的信息, 这玉佩显然更甚一筹。 因为留在里面的内容可以反复阅读, 而不像之前的那道印记, 读了一遍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由此叶天推断, 能在玉佩中留下神识之人的修为, 肯定要比在书页上留下落记之人的修为高。 不过叶天这点却是猜错了, 玉佩之内的神识之所以可以保存下来, 那是因为制裁的不同。 这玉佩在修道界中被称之为玉剪, 是专门用来保留神识印记的, 需要专门的手法来炼制。 而炼制成功之后, 就是叶天也能将神识灌输到一个空白的玉剪之中, 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困难。 看看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深深地吸了口气。 叶天顿出原神往那玉佩之中探去, 脸上稍稍露出了一丝紧张的神色。 虽然叶天用雷霆手段灭杀了这道人, 但他心底还是承受了很大压力。 他现在最想得到的不是什么功法, 而是想从道人身上得出他的来历。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叶天现在只能算是半只脚跨进了修道界。 如果他在两眼一抹黑的话, 以后未必就有今次这般好的运气。 还是一篇功法? 随着原神对玉佩的窥探, 叶天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这没玉佩理。 同样是一篇功法, 叶天看了开篇, 应该是一篇用真火炼器的基础功法。 嗯,有个地图。 叶天眼睛一亮, 因为在那功法的文字之后, 出现了一幅地貌山川图, 在地图的中间, 有一个金色的标志。 神舟结界, 这是什么地方? 说老实话, 叶天的地理学的真步怎么样? 看了半天也没琢磨出地图中那标志所在的方位, 不过上面的四个字他却是认识的。 难道当年天地大变, 所有的修道者都进入到这结界之中了? 叶天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可是这结界内又是什么地方? 为何不被世人所知呢? 科技发展到了今天, 连登月这种以前只是神话传说的事情。 都已经早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 天上更是有着无数个卫星监控着地球。 叶天真的无法想象, 那些人是如何能避开世人的耳目? 存在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那里究竟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 哎, 好容易遇到个明白人, 可又是心思险恶之辈。 叶天长长地叹了口气, 仅仅只有一幅地图四个字。 他很难推演出事实的真相, 想了一下之后, 叶天将注意力放到了那篇功法上。 靠, 干什么都要进入先天之境, 这不是欺负人吗? 将那功法细细地研读了一遍之后, 叶天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因为按照功法所言。 即使炼制最粗糙的法器, 也需要用元神催动真火, 其修为必须要在先天之境的。 炼器阁, 这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阁楼吗? 不过这篇炼器功法中, 数次出现的一个名字, 还是引起了叶天的注意, 很显然, 这篇功法应该就是出自炼器阁。 妈的, 不想了, 赶紧把这里收拾妥当才是正事。 叶天摇了摇头, 把两枚玉佩放入到了那玉盒之中, 然后交在左掌之上, 右手高高地抬起, 猛地向那玉盒击去。 叶天这一掌下去, 也有数百斤的力道, 啪的一声传出。 大好的玉盒被他击得粉碎, 连带着里面的两枚玉佩也都被毁掉了。 那玉监虽然也算是剑法器, 不过却是承载神石所用, 并没有什么防御功能, 和普通的玉器没有太大的区别。 叶天不知道修道者究竟有多少神通, 他是怕这玉佩之中的神石被人感应到。 从而追查出那道人的下落, 反正里面的内容他早已牢记在心, 干脆将东西全给毁掉了。 正当叶天托起道人的尸身, 准备将他给丢入到潭水中喂黑胶的时候, 从那道人的袖袍里掉落了一地纸壁。 嗯,这是什么时候的钱啊? 好像没发行过。 弯腰捡起了几张钱币, 叶天不由愣了一下, 因为这钱币的面值居然是三元。 而上面显示的年份是1955年, 叶天从济世起, 好像就没见到市面上流通过这种钱币。 第710张原油, 奇怪了, 我怎么没听说过还有三元面值的钱啊? 拿着那几张纸币左右端倪了半天, 叶天挠了挠头,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基本上就是50年代发现的纸币都还在流通, 可叶天也从未见过三元面值的纸币。 除了这些三元纸币之外, 地上还散落着不少写有50斤字样的粮票。 这东西叶天倒是用过, 因为在他懂事之后, 粮票还在流通着, 一直到1987年的时候才被取缔。 这家伙不会几十年都没出过山吧? 叶天将那些粮票钱币收拢在一起数了一下, 一共是60多块钱外加70斤粮票, 看着这现代近乎绝技的东西, 脸上不由一阵苦笑。 但凡是对现代社会有一丁点而了解的人, 怕是都不会随身携带这些东西的, 这人最少有几十年没接触过当代社会了。 回头问问老胡吧, 还是先将这人的尸首清理掉, 叶天响了一下。 把纸币与粮票收到了口袋里, 一把抓起了那具尸首, 往水潭边走去。 正当叶天要把那头颅和五手尸身扔进潭水中的时候, 黑龙潭突然泛起一阵波涛, 黑胶的身体从中显现了出来。 呱呱, 见到叶天, 黑胶飞快地向潭边游来, 口中发出欢快的叫声。 庞大的身躯一潭, 从水中直射而出, 将硕大的胶头拱进了叶天怀里。 伤好了。 见到黑胶出来, 叶天脸上也是露出喜色, 伸出左手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 说道, 你和这人到底是如何争斗起来的? 我以前不是交代你不要现身出来吗? 呱, 看到叶天右手拎着的那具尸身, 黑胶眼中射出一道怒芒, 脑袋一歪张开大嘴就像那尸首咬去。 别, 别养成吃人的习惯, 要不然下次再与别人争斗, 我不会帮你了。 叶天虽然能帮黑胶杀这道人, 却是恨他心思歹毒, 但黑胶要是当着自己的面吃人, 叶天还是无法接受的。 呱呱 被叶天阻止后, 黑胶倒是没了吃人的心思, 不过尾巴一抽。 将那道人的身体从叶天手里抽出去了七八米远, 显然对此人恨极, 不愿意让叶天抛到潭水中。 人死灯灭, 别那么小气, 叶天说道, 这人很有来头, 说不定还有师门帮手, 扔到潭中才能毁尸灭迹啊。 这黑龙潭深不可测, 潭水阴寒, 而且还能隔绝人的神识探查。 即使这道人身上有上什么古怪, 叶天相信他的师门也无法寻得到的。 呱, 听到叶天的话后, 黑胶脑袋突然一扬, 一口腥臭之极的胃叶, 对着那具尸首喷了出去。 当那颜色呈绿色的胃叶接触到尸首后, 一阵滋滋声响起, 道人的尸身泛起一股恶臭味, 居然被腐蚀地融化了起来。 黑胶接连又喷出四五口味叶, 尸首融化的速度也加快了许多, 过了四五分钟后, 地面除了一滩腥臭之极的污水之外, 道人的尸首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倒是毁尸灭迹的好手啊。 叶天被黑胶的手段看得是目瞪口呆, 他这胃叶简直比高强度硫酸还要厉害。 居然连一根骨头渣子都没剩下, 腐蚀得一干二净。 呱呱, 黑胶粪粪地往那滩污水处又吐了几口, 不过这次却是口水而不是胃酸了, 显然他心中对此人恨极。 对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何与他争斗? 他又是怎么发现你的啊? 叶天陷在心中的满腹的疑问, 一连串地问了出来。 只是黑胶虽然能听懂他的话, 但却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时间摇晃着大脑袋呱呱连叫。 倒是忘了你不会说话了, 叶天想了一下, 说道, 我传你一套功法, 你试试看能否用上。 矛头元神未成, 无法使用元神传音, 但眼前的黑胶修为境界怕是都不低于白元。 想必可以使用这种办法, 叶天当下将那功法传入到了黑胶石海之中。 功法传入脑中之后, 黑胶顿时愣了一下, 不过继而眼中传出了欣喜的神色。 叶天拍了拍黑胶的脑袋, 说道, 试试看能不能与我交流。 你是叶天, 我是黑胶, 一段神识传入到了叶天脑海之中。 哈哈, 果然有用, 叶天大喜连连点头道, 没错, 你是黑胶, 我是叶天。 那个坏人, 欺负人, 黑胶略带委屈的话语在叶天石海中出现了, 倒是有点像小孩子受了欺负向家长告状一般。 黑胶, 你慢慢说, 叶天眉头忽然皱了下, 说道, 这里味道太难闻了, 我先清理一下。 那道人失手腐化之处难闻之极, 让人闻之欲呕, 而且凝集在那里久久不散, 就连叶天也有些受不了。 清理, 看到叶天往那滩污水处走去, 黑胶似乎明白了过来。 当下回过头去张口一吸, 一道阴寒的潭水被他吸入到了大嘴之中。 黑胶胸腹一收一掌, 吸入口中的潭水, 如剑般地向叶天深浅的地面射去。 被动的硬邦邦的地面顿时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呱呱, 做完这一切后, 黑胶有些得意地冲着叶天叫了起来, 却是又忘了自己已经可以神识传音与叶天交流了。 得, 算你厉害。 看到黑胶小孩子般的神情, 叶天不由笑了起来, 上次与他相识的时候时间过短。 叶天对他尚有那么一丝敬畏, 眼前黑胶一闹, 那种隔阂顿时消失了。 来, 说说吧, 那道人如何招惹的你? 还有, 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历吗? 虽然已经毁尸灭迹了, 但叶天心中还是有些担忧, 他对修道界一无所知。 谁知道那些人是不是有别的手段? 能将这人被杀的经过推演出来呢? 黑胶歪着脑袋想了好一会, 一道神识传到叶天脑中, 我, 炼丹, 那人来了, 要收我内丹, 给他看门, 不愿意, 就打起来了。 腰丹被收, 你不会死吗? 叶天文言愣了一下。 不会, 但无法化龙了, 本领也没有了, 黑胶摇了摇脑袋, 传出的语言, 却是慢慢顺畅了起来。 一人一骄, 一问一答, 虽然黑胶有时候答非所问, 但叶天还是搞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在被叶天警告之后, 黑胶极少撤去谷中独障炼丹了。 不过这几日大雪封山, 黑胶感觉安全了许多, 于是又开始吸收起日月精华来。 事情就是这么巧, 在道人从山谷上方经过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正在炼丹那气的黑胶, 这才引申出了后面的争斗。 要说这道人也是命重, 该有此结, 原本黑胶这种生物, 在他所在的那个空间里虽说不常见, 但也并非是什么一种, 他的意识贪欲, 却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听完黑胶的讲述后, 叶天沉吟的仪惠, 开口问道, 他是什么来历, 从何处来, 要到什么地方去, 你可知道。 不知道, 他不说, 不过以前我见过这些人。 黑胶也说不清这道人的来历, 但是他活得年月够长, 依稀记得在自己年幼的时候。 山中经常会有人飞来飞去的, 不过他那时过于弱小, 只有躲藏的粪, 从来不敢现身。 这百十年来天地大变, 那些人似乎全都消失掉了, 黑胶这才敢重新出现在长白山中, 称王称霸的。 叶天也知道了, 黑胶原本只是长白山中的一条蟒蛇, 常年居住在这山谷之中。 受到潭边灵气的影响, 慢慢变得强大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他的缘故, 才有了这黑龙潭的传说。 对了, 黑胶, 你上次送我的那块石头, 潭中可还有。 提起黑龙潭, 叶天也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刚才那番惊心动魄的斗法, 让他浑然忘却了自己是来寻找墨浴的。 有, 不过不多了, 一共只有三块了, 黑胶张开大嘴, 咬住了叶天的衣巾, 就要把他往潭水里拖。 别啊, 潭水太阴寒, 我下不去。 叶天连忙正拖开了, 开什么玩笑, 当年他有真气护体的时候, 都不敢下着水潭, 现在下去, 恐怕没到潭底就会冻僵掉的。 你等等, 黑胶听明白叶天的话后, 身体翻入到了潭中, 很快就沉了下去。 过了大概五六分钟后, 潭水翻滚了起来, 黑胶庞大的身躯破水而出, 来到叶天身边, 大口一张, 吐出了两个物件。 墨浴, 看到那块熟悉的石头, 叶天心中不由大喜。 黑胶吐出的这块, 足足有婴儿拳头那么大, 叶天相信, 这足以支撑到自己修炼成原神了。 这是最大的一块了, 在水潭里还有两个小一点的。 黑胶的眼中露出一丝不舍, 它之所以能修炼到今天。 全是依仗潭中的这些石头, 不过黑胶还是用大嘴将那墨浴, 往叶天身边拱了拱。 咦, 这个不是刚才绑住你的绳索吗? 当叶天的眼睛看到另外一团物件时, 不由愣了一下。 这通体呈淡黄色的绳索, 正是之前绑附在黑胶身上的, 只不过此时卷成了一团, 看上去倒是有点像跟跳绳一般。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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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